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手法距离离争 黑人George Ford 被密尼收打州的Derek Sharven警察压住脖子 后来死亡 这个案子引发了美国各地对警察执法 用无过度的事情的关注 加州议会马上通过法律 禁止警察采用锁喉压脖子这种做法 不过在罗汉基县警察局 居然警察依然使用压脖子这种做法 来制服嫌疑犯 其中的话这个视频 警察压住一名嫌疑犯 长达三分钟 这种视频曝光了 但是曝光的话 现在警察局采取一些措施 来将这些警察惩罚了 不过罗汉基时报 他责问究竟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 为什么现在警察局才采取行动呢 警察局局长有没有cover up 来掩盖这些违法事情呢 今天我会解读这个新闻 不过这个之前里边的话 我首先的话介绍一些全国 全美国发生的一些重大法律新闻 当然这个新闻的话 是纽约WASHINGTON POST观光所发表的新闻 这个事情里边就牵涉到选举的时候 亨特拜登 这个拜登的儿子亨特 他有一台电脑 被去修理的时候没有去拿回来 后来一个修理店的人的话 发现一些很对亨特不利的这些证据 后来交给了FBI 同时的话 这个基本保守派的媒体也手上拿到了 纽约Post 纽约邮报不断的报道 说在里边的话可以呈现出来 这个亨特有很多违法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亨特是否跟中国做生意 当然这个选举的时候 这个自由派的媒体对亨特电脑 这个事情一字都不提 不过来说这个自由派的媒体 这个WASHINGTON POST 在今天的时候 登出了这个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新闻 尤其是对这个自由派的媒体来说 他上面说的话 在亨特拜登的电脑上面的话 我们证实了 帮亨特跟中国做生意的一些具体内容 当然的话 他想的话亨特他虽然是有law degree 他自己的话 这个没有从事律师的工作 不过来说从这电脑里边 他证实了很多东西是事实的 并且的话他经过三个记者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他说在他跟中国的能源公司 是有拿到了480万的经费 这个钱的话 他是说第一笔是 他跟何志平 这个香港的 可以说是能源顾问 他后来在纽约被美国的 联邦司法部来逮捕起诉 后来他被判三年的劳刑 就是要贿赂联合国这些官员 因为所以当然他说第一笔 有一笔钱是100万的 是何志平汇给亨特 这个钱是透过国泰银行汇到来的 当然这100万的话 他说是亨特要替何志平作为律师的律师费用 很奇怪的一点 他说亨特从来没有做过律师 更不用说他是这个案子牵涉的刑事案件 那究竟的话100万 一般的普通的律师费也不需要那么高 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money呢 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东西呢 但是的话可以肯定的话 这个何志平的律师费100万 是落在亨特手上的 另外的话 这个公司里边的话 在过去长期以来的话 他跟何志平所代表的中国能源基金会里面 他们至少有380万的往来 当然的话 这个里边的话谈到了很多 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证实 Joe Biden 这个总统的话 跟中国跟他儿子的deal里边获得获利 但是可以肯定的话 亨特是跟中国的能源公司 还有中国很多企业的话做生意 我们现在能够证实的话 亨特是至少有480万的经费 是跟中国的做生意所获得的 当然这个新闻 这个是首度 我看到了Washington Post 这些自由派的记者会证实 这些在他们看起来的话是遥远 不过来说这也是证实的话 在选举过程之中 很多媒体 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像这个 不管是这个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罗汉基时报 他们都会往往有偏一面 因为他们的editorial 他们的记者 或者是他们的编辑有这个立场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泡发出来证实 会不会影响拜登的选举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来说起码 这个证实了长期以来在过去两年多的话 Hunter究竟电脑是真还是假这个事情了 当然这个再讲回真正的事情里边的话 这个拜登昨天在白宫签署的一个anti-lynching law Lynching这个英文翻译成诗情 其实的话是lynching就是针对这些3K党以后的话 绑这个绑架或者追杀黑人 因为很多时候在以前美国的关开词的时候 建国的时候奴隶制 所以很多奴隶可能尤其是黑奴逃走 所以这些白人的农场主 他们就将这些黑奴抓回来 以后吊死 以后并且的话来示众 这样子震吓所有的黑奴 这样子不会让他们 他们再也不敢逃走了 这个lynching后来变成是白人至上3K党 以后惩罚黑人的 虽然他们不是黑奴了 但是的话往往他们会因为种族仇恨的 种族歧视的问题 他们将黑奴吊死 示众 这种lynching在南部非常普遍 后来的话 在1955年 在Mississippi州 这名名叫做Emil Till的14岁的黑人小孩子 被3K党成员绑架 Torture 后来的话自死 后来找到尸体的时候 家属 他妈妈在Funeral的时候 因为他折磨的话 脸部全部是已经不能够看的 所以当时在葬礼上面的话 他说打开来 开罐 让公众看一下子 我的儿子是怎么被折磨死的 所以这张照片的话 也是得了Pilic的奖的 这个故事里边 长期以来黑人都觉得 你现在虽然第十四受证案 已经通过黑人跟美国普通人都是董藤的 但是种族歧视依然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一直在推动 要针对黑人的用施刑 用这种Lynching的方法 来进行变成一个联邦的刑事罪 在Kamara Harris 他当时在做参议员的时候 他要提出 要推动这个immunitual以这个黑人男孩子命名的法案 要将这个针对种族而发生的施刑 来进行一个立法 规定这种参与 所有参与这种人士都要被面临联邦的刑事起诉 这个方案一直得不到注意 但是的话在佛罗尔达这个案子之后 又有三名乔治亚州的白人追杀 一名黑人的这个案件 后来大家的感觉到有这个必要 所以在过去一年多 拜登政府因为没有足够的 争取到足够参议院的票数 都没有办法推动过真正的法案 预算案只有50票可以通过 但是的话一般的法案在参议院必须有60票的通过 不过就在Anti-Lynching这个法案的话 这个就是禁止施行这个法案的话 参议院通过了 所以昨天他签署了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的话 他具体的讲到 就是说这个针对施行这个部分 以后如果是因为种族色彩 而团队犯罪 这种的话所有参与的人都应该被起诉 这个部分的话 不单只会影响到这个黑人非洲裔 另外的话对打击仇恨 亚裔的犯罪也可以用得上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亚裔黑人 而有团队的犯罪来针对的话 一个人以上的以后这种使用施行 而造成严重伤害 或者是死亡案件 所有参与的人士都会面临联邦的施行 惩罪可以判罚三十年的劳刑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虽然是针对非洲一来确保的话 非洲一不受种族歧视 仇恨犯罪 同时我们华人也会受到保护的 所以这个法案的话 不单只是黑人 所以所有的我们亚裔的话 如果是用了仇恨犯罪的话 我们也可以引用这个immu2的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参与调查 并且起诉所有参与仇恨压押的嫌疑犯 Washington Post除了证实 Hunter Biden的电脑之外 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今天也爆出来了 他说Facebook 他请了共和党的游说公司 来专门针对中国的抖音 在川普选举的时候 尤其是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 其中两个企业受的很大的关注 一个是华为 另外一个就是抖音 因为抖音的话 变成世界上下载最多的APP 太多的年轻人都是玩抖音 TikTok 所以针对他强大的对手 华盛顿邮报 他说Facebook请了一家 叫做Target Victory 这家市场推广公司 也是一个政治有所团体 他们的话发起一波叫一波的行动 首先他发起的话 各地的这些向媒体散布 说TikTok的话 针对年轻人来危害年轻人 正常健康的成长 散布了很多说 TikTok的话就是推动一些 打老师的这些视频 其实没有这回事 但是的话他也发动 就是制造很多这些水军 以后向媒体 还有各地用投诉 投信的方法来评级 TikTok公司 另外的话 他在透过他们的政治关系 以后向各地的国会议员 他说TikTok的抖音 因为是北京的一家公司 他们在他们的数据保存在中国 所有他们在收持年轻人的 所有的数据 这样子危及到美国安全 所以要求抖音的话 要关掉抖音 要封杀抖音 所以当然在里边的话 在这个过程之中 Facebook他一方面是 他用转移目标的方法 因为社交媒体Facebook 他本身的话 他面临的个人隐私 还有是对青少年成长这方面的 没有正确的保护青少年 所以被外界的批评 他现在的话 一方面是要转移目标 将TikTok变成一个对象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也想办法 因为他竞争不过抖音 他也想透过这些政治行动 来封杀抖音 所以这也是一些爆炸性的新闻 在Washington Post的话 今天也报道出来了 在年轻人里面 经常会使用的电动玩具里面 网上的电玩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好像我的年轻人 我的没有玩这个玩具 但是Legion 还有是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叫做报学公司所制造的 报学公司的话 他在Eran有总部 他本来Microsoft的话会有68亿的资金的收购 没想到爆出了性骚扰这些案件 在除了这个民众这个员工提出来之后 他们要告这些公司 他们往往要经过两个程序 一个的话 他们可以向联邦政府来投诉 联邦政府可以代表员工来起诉 另外一方面 他可以透过州政府 这个来投诉 州政府的话 如果调查以后 一般民众就不能够再告了 所以但是出现个问题的话 这个因为报学 他这个潜力很大 并且现在的话估值已经超过了 这个100亿 所以的话这个是肥肉 联邦政府要告 州政府也要告 然后所以两个政府的话 告的话 一方面都是可以拿到大笔的罚款 所以在今天这个报学 这个在联邦法院 是联邦政府EEOC 这个平等就业委员会 所提出的诉讼里边 这个公司同意支付1800万 来这个理赔所有 这个受影响的女性员工 当然真正反对的 不是这些员工 而是加州政府 因为加州政府的说 你联邦政府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settle 但是我州的部分没有分到钱 所以的话 州政府他反对这个settle 不过法官还是同意了 联邦政府的settlement 当然州政府会不会同样的 这个从这个输送报学里边 获得这个获得和解呢 或者是得到利益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以后的法官是怎么样的裁决了 我们报税4月15号就要报了 所以很多人懂英文的都采用了 自己报税 自己报税里边往往使用最大的软体 就是Turbo Tax Turbo Tax的话在过去曾经向国会有说 他说国税局你们自己的话不要开发软件 我们组织一个联盟 让大部分的民众都不用这个 都我们免费给纳税人提供报税服务 然后所以在过去几年的话 国会的话 好了ok那好吧我们自己政府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开发一个报税软体 导不如让这些民间的团体来提供免费报税的服务 所以Turbo Tax的话还有这些报税的软体联盟 他说没问题 只要75,000以下的民众你都可以免费使用Turbo Tax 以后在过去几年变得掉了 你一般的民众以为是免费的 他一上去的时候输进很多数据 马上来说对不起啊 你是学生这个部分里面的 或者是你是Uber Driver 这个不符合这个免费原体这个要求 你必须要升党 以后你才能够保税 才能够拿到退税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FT是联邦政府的说 你这是骗消费者吗 你跟大家说是免费的使用 但是的话 你在钓鱼边上钩了之后 你马上说 这个不符合资格 马上来说 你必须要升级 要付60块钱 才能够继续报税 并且你在骗我们政府吗 你当时我们要立法 要国税局次提供免费的 这些报税元件给民众的时候 你说不用了 政府不要花钱 我们向民众来提供 所以这个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贸易委员会 他现在起诉 这个Turbo Tax的公司 Intuit 他说你这种是欺骗做法 钓鱼推销方法 这个钓鱼是方法的话 他要指一方面 Turbo Tax的话 马上要停止 这种的话 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同时的话 他当然会要求 这个消费者 要求这家公司赔偿 这个政府罚款 因为受影响的人的话 大概至少有上千万的民众 所以这个官司的话 政府也开始采取了行动 那讲到这个洛杨基县警察局 这个争议 我们先从洛杨基县警察局 洛杨基市警察局 现在区别 在美国 Counted Sheriff 跟Police Department 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职位 像洛杨基城市里边 一共有88个城市 在自己的警市里边 好像Montra Park 阿姥巴尔 他自己有的市 他可以设立自己的市警察局 这个市警察局的话 他们是由市议会 来聘请 来任命 但是有些城市 像Temper City Rosemite Industry 这些的话 他自己虽然有市政府 但是的话 他们不想养警察局 这个部门 因为要养一个警察局的 百分之一半以上的市政府的经费 都用在警察局身上 以后警察局的训练 警察局还要成立工会 还要跟他谈判 还有的话 警察万一做错事情 还有大笔的赔偿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有很多市政府 他们自己没有警察局 那这种情况之下 要维护治安 就靠Counted Sheriff 这个 Sheriff的话 他有三个功能 一方面是 这些没有警察局的部门 他可以拼请Share 来维持治安 第二个的话 所有的监狱 好像洛杰基市警察局 呆了很多人 但是如果他自己建监狱的话 这个很费事 所以的话 很多案子 以后警察逮捕了 但是在后审过程之中 他们没有钱保释出来 他们要关在监狱后审 这种情况之下 监狱系统也是Counted Sheriff 县警察局所管理的 第三个的话 就是所有的法庭 停警 也是送全票 也是属于县警察局所管理的 所以就像桑迪亚哥 最近发生了一个李彦博士 被警察开枪打死的 所以他分成两组人 一是Counted Sheriff Counted Sheriff里边的话 他的警察名称他是叫Deputy 也叫警察 他认识亲夫是Deputy 所以他是属于Court Services 是属于法庭服务局的 是属于停警 送全票是他们的职责 另外一个就是Police Department 是属于警察局 市警察局 所以这个是属于市政府的 所以在Counted Sheriff L.A.这边的话 大部分的Counted Sheriff 都是属于民众选举投票出来的 对这个警察局局长 也是靠选举出来的 而是市的警察局 往往是市长任命 市议会通过 所以这种华杨基市警察局 跟华杨基县警察局 有很大的区别 在我们华人社区里边 像Temple City 他负责的话 是属于我们Temple City的华人 Rosemead的这些安全问题 同样的Industry 还有Warnock Station 这些都是华人非常多的 都是属于县警察局管和的 而县警察局 因为他自己是民选出来的 所以他不受市议会的限制 所以但是的话 谁来管呢 他说县警察局里边的话 是属于我们市民 还有媒体的监督 所以每4年 县警察局局长要连任 Alex Vinasweiler 这位拉丁一的局长 原来的话 他只是一个Lieutenant 这个小队长而已 没想到他会讲斯班牙文 后来的话当选了 在两年多以前 三年以前 他顺利当选了 罗安基的县警察局局长 当然的话 他上台的时候 是属于自由派的 他是不允许移民局进驻监狱 所以很多的话 拉丁一支持他 没想到他上台之后 他并没有走激进派的路线 他跟他自己领导 并且支持罢免检察长 George Goscon 因为George Goscon的话 George Goscon检察长 跟警察局局长 应该是兄弟一样 你逮捕 我起诉 这样子共同维护治安 以后警察局局长 Alex Vinasweiler的话 他说 我逮捕了 但是你不起诉 那又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抓了将这些强犯 抓了 但是的话你到了检察官手上的话 你都不起诉 而导致治安那么烂 你现在的homeless到处都是 所以的话他站出来 以后开始走向保守路线 当然罗黄基时报的话 一直就是对 因为这属于直径派 自由派的媒体 所以的话他一直在后面 监督警察局局长 他就以这个案子来发难了 那这个案子的话是在这个 在上个这个25号的时候 爆发了一个新闻 他说这个警察局在2013年的时候 在3月 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案件 当时在法庭的时候 这个San Fernando法庭 这两名拉丁一的嫌犯要出庭 但是的话在拘留的设备里边 开始大声谈话 这个庭警说 不要讲话 这是法庭 但是这两个的话不听 以后这时候 这个不听指挥 所以警察的话 要将这个白衣的拉丁一嫌犯的话 要面瞧 面瞧这个墙壁 也不要让他动 你看他到了没面瞧 他不肯 这时候你可以看得出 这嫌疑犯一拳打向这个警察 这个已经实际警察了 那时候 这时候一打警察 另外 另外这个 穿蓝衣服的嫌疑犯赶紧过去 有可能是劝架 有可能是 一起来攻击警察 有没想到其他的警察 一起围过来了 将他们两个拆开 当然这个白色的嫌疑犯 还不断的来打这个警察 另外一个警察过来了 那后来一大群警察过来 以后一方面将这个蓝衣的嫌疑犯 隔离起来 以后另外的话 这个四个警察压倒了这个白色的 这个嫌疑犯 在过程之中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警察用脚压住 这个嫌疑犯的脖子 以后 一二三四五 五个警察压住他 上了手铐 以后 这个压住他脖子 以后 这个事情的话 后来上了手铐了 以后 才松绑 当然这个案件里面 可以看得出 这个嫌疑犯 来攻击 来这个 这个警察 当然警察是可以震荡自卫 可以逮捕他 但是已经上完手铐了 为什么这个警察的脚 还是不断的压着这个脖子呢 这个既然长达三分钟 他说这个事情发生 是在弗洛伊德的案件 Derry Chauvin 在3月19号开审 这个事情发生在3月21号 以后 当时洛杉基 这个 加州已经通过法律 不允许警察 用这个锁猴压脖子的方法 制法 但是这个警察的话 还是用这种方法做 以后洛杉基时报 更批评 他说这个案子早就发生了 但是洛杉基县警察局 并没有马上采取调查的措施 还不断的 这个 这个cover up 掩盖 这个事实 这个事情是25号报道的 没想到的话 这个洛杉基县警察局局长 Alice Venecivala 在昨天的时候 召开记者会 以后的话 他将负责这个警察 这个法庭服务的一个主管的话 开除了 那当然的话 现在洛杉基时报里边 他说 你洛杉基县警察局 你执法犯法 以后你已经制服的嫌疑犯 你不应该压脖子 而更糟糕一点的话 就是你县警察局 已经在一年以前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你没有继续采取内部调查 以后反而想办法cover up 当然县警察局的局长的话 他说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现在知道 我已经将这个主管开除了 你洛杉基时报的话 就是因为不喜欢我 以后想办法的话 在11月选举的时候 支持我的对手 以后故意将这个事情 来闹出来 制造新闻来影响我的选情 11月民众要投票了 究竟我们是喜欢 一个自由派的警察局局长 或者是一个真正 替社区服务的警察局局长 当然很多人都问我 你的立场是什么 Addis Minisweiler 他本身 他是一个民选官员 但是他的副手 真正的话 警察局的副手 叫做Tim Mirakami 他是一个日本日的 他是管理所有这些政府的 这个调派 警察的调派 他以前是在Industry里面 做分局的局长 后来他也担任Rosby 警察局的局长 在过程之中 他经常了解华人社区 所以当时他本来要退休 后来Alex的话请他担任他的副手 担任第二把手 他上台之后 他打电话给我 说Daniel 我希望的话能够替我们Asian做一些事情 我也是在警察局里面最高的Asian 我希望的话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 怎么样子更好服务华人 我说你现在的话 大部分的警察局对华人都有偏见 所以你最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怎么样子招聘更多的华人 从事警察的工作 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华人 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小孩子 让他们做警察 但是我说好不容易 很多人都愿意将小孩子做警察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地方的police之后 出现的话很多华人 尤其是华人警察都提早退休 所以我说你应该升级经费 请更多的华人警察 他同意了 所以的话在招募警察方面的话 都是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另外一个 在三个地方 尤其是华人非常多的 Temple Station Industration Warner Station 因为Tim他副局长 他自己在Industry 做分局局长做了多年 他了解华人的社区 我说你那边的话 你自己的工业市分局 有很多双语的华语警察 在其他两个警察局 你应该征聘 并且调派会讲双语的 广东话 或者国语这些警察 来替华人新移民服务 他也同意了 所以这三个警察局里面的话 里面都有很多 会讲中文的警察 所以这点呢 就是彭这点 我就觉得 我支持这个Alex 就是因为他的副手 是我们社区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的话 当然这是我的见解 我觉得的话 大家不管支持谁 最重要一点的话 在11月的时候 一定要参与这个选举 因为你想想看 这些警察局局长 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居家安全 房地产的价值 这个非常重要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